Do you ever get a little bit tired of life Like you know I'm really happy But you don't wanna die Like you're hanging by three But you gotta survive But you gotta survive Hi 大家好 我是一棒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前面带着大家游览了英国的大街小巷 今天这期玩的也不一样了 带大家一起去洛杉矶 因为美国这个地方我不熟悉 所以我在小红书上做了大大小小的攻略 整理了一些网上所说的洛杉矶必去的地方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In and out 下飞机第一站 我就直奔小红书上说 必吃的in and out burger 因为说这一家汉堡店是LA只有的 是必须去吃的 但是我到那儿吃了以后 我发现真的很一帮 都说这个美国是在汽车上的国家 所以我就租了一辆车 直奔洛杉矶的海边 在小红书上 它长这样 但是现实它长这样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一天是阴天的关系 所以整个玩的就不是很开心 还好路边有非常漂亮的彩色石头 让我拍一拍照 晚饭之后呢就去市中心散步了 偶然走到了胡人当天打主场比赛的场地 被上全部都是球迷 本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 真的有被震撼到 是我第一次尝到美国篮球文化的味道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种CityWork带给我这种随机的游览 我觉得比我找一些打卡点去打卡来的更有意思 OK 我对第二天计划呢 是去洛杉矶必打卡的一个棕榈大道 超多辣妹超级出片 我怎么能够不去呢 当天天空非常的作美 而且当时有两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在拍照 我等她们两个拍完了以后呢 我也拍了一个这样子的同款在车上的照片 就在我开心的沉浸在拍完照片的心情当中的时候 一个悲剧发生了 还记不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说我租了一辆车 是的 我这张美金卡我只刷过这一笔消费 没有想到就被倒刷了 于是我去小红书上搜租车公司的各种信息 发现全部都是叫我壁雷 都是差评 恶评 我当时就非常的和和 为什么我前面做了那么多功课 在租车的时候不去网上搜一下 我到底在想什么 后面两天的天气实在太差了 所以我就改掉我所有的海滩行程 直奔了洛杉矶的环球影城 此处我要跟你们说小红书里的洛杉矶环球影城打卡路线真的帮了我大猫 他们给的路线非常好非常适合一天想玩玩所有项目的人 让你减少你的排队时间 而且吃到园区里很好吃的饭 找到很好看的拍照打卡的地方 总之就是一个项目都不会落下 感谢观看 时间来到了第三天 小红书上推荐洛杉矶地区的一个打卡地点 就是比福利山庄 它的最有名的logo还有它的购物打击的都是你必须要打卡和拍照的地方 果然百文不如一见去了以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在那拍照 我也是排了一会儿对才排上一个在那个logo前面的座位的位置 紧接着就是网上推荐的所有人去路线机都一定会打卡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就是Hollywood的那个字的标志 但是我看到网上千拍一律的站在下面进行一个打卡拍照 我觉得我不想要这样 所以呢我找到了一个网上都没有人推荐的方法 就是去做直升机 我现在可以放下期间 ustedes哥们 好的 有些微妙的感觉 如果你计划去洛杉矶 你想要在那儿捕捉到最好看的拍照打卡的地方 我非常建议你去做这个直升机的游览 因为它让你离好莱坞的那个牌子仿佛劲道 你就可以直接touch到它 可是我认识你想要问 我怕这一刻就会通过 我可以看到你的眼睛 就像我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认识我一样的感觉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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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When you ask